遊戲王是一款以怪獸決鬥為主題 風靡全世界橫跨25年的卡牌遊戲 不僅出過的卡包非常多 登場過的怪獸也是上百種 強度也是越來越膨脹 雖然每次出新蛋我們玩家都會抱怨 為什麼用亂印效果做無腦怪獸 但其實也有不少優秀的杰作 他們的強度能力適中 顏值又優秀 在一時之間成為了玩家們的最愛 陪伴了許許多多決鬥者的日常 而在遊戲王OCG卡種突破1萬種的時候 官方也曾經舉辦人氣投票大賽 讓玩家投出每一期卡片當中 最有印象最想收藏的人氣王卡 進而在後續卡包中進行復刻 這些出名卡片橫跨了遊戲王動畫的六個世代 他們不僅在動畫中是主角愛用 在史卡的環境同樣表現優秀 有哪些怪獸是人氣之王 被玩家一致認同成為MVP的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回顧歷代 完美節奏的人氣管授卡 雖然遊戲有很多神卡也有許多節奏 但都敵不過我最喜歡的女神 那就是超人氣女優新有菜 接下來就要介紹紅犀牛爸爸送給我 由Plan B推出的除白之星 重現了新有菜精緻完美的BODY 採用兩層素材融合製造 活性又神秘的牆體空間 配合回鍋的感覺 讓人像是被開光的護封劍一樣 讓你放下防備共彈不了 在洗激了身心靈之後 瞬間丟出所有資源 轟出混亂的噴射白光 只能說還得是你啊有菜女神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天氣實在是有點寒冷 一不小心就會讓人失溫 我們的生命值也如同風中殘除 聽到這種大寒波動不了的局面 你必須要擁有的就是 GX火星的伐熱潤滑 37度的超溫暖助攻 直接讓你活起來轉手為攻展開 有了它不管你想要融合召喚 加速同步召喚 還是善疊超量召喚 甚至是LINK召喚 都能撐到最後一秒 成為真正赤熱的決鬥者 現在就馬上前往紅犀牛官網開眼界 連結和優惠碼都放在置頂留言 本次影片還有抽獎活動 只要留言紅犀牛甜甜出貨 還有業界最強一年保固 以及5%加碼現金回饋 就是PO出一名觀眾 可獲得出白之心加火星加新劫主 我們讚嘆紅犀牛感謝紅犀牛 混沌士兵開闢的使者 登場於2003年補充包混沌統治者 國防屬性等級8的戰士族怪獸 在DM動畫決鬥者王國篇 遊戲vs孔雀5的對戰當中 遊戲在被孔雀5的神鷹三姐妹 與聲音從容的各式戰術進攻下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絕境 在如此絕體絕命的情況下 遊戲抽到唯一獲勝的方法 那就是舉行卡奧斯的儀式 等一下要舉行的儀式就是卡奧斯的儀式 遊戲最終將暗黑騎士蓋亞獻祭 以儀式召喚出混沌士兵拿下勝利 作為混沌儀式怪獸的代表 混沌戰士被重製成開闢使者 從卡奧上來看開闢使者 根本就是混沌士兵轉個身 明明卡奧只是轉身 但效果卻大躍進 開闢的使者必須移除目的關暗怪獸來登場 你以為他上場就要熱血一打五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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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混沌士兵又是拿劍又是拿盾 但他根本不需要出手 因為他可以直接將場上怪獸除外 如果橫起來動手將怪獸戰鬥破壞時 還可以再次回劍攻擊 雖然名字上是開闢的使者 但卻因為可以打出連擊的能力 因此反而常作為對局後半的終結者登場 在登場後就有壓倒性的席卷環境 如此高的人氣讓他在第三期卡包中 獲得了壓倒性的23%投票率 把同系列的混沌地龍 超魔島劍士 狠狠的甩到旁邊去 只能說混沌士兵是無庸置疑的人氣王 跟那個什麼天什麼空什麼龍的完全不一樣 電子龍 登場於2005年虎蟲包CRV 光屬性的等級5機械族怪獸 同時也是第二代動畫遊戲王GX 頑藤亮AKA凱撒 AKA Onijian的代表怪獸 從卡圖的設計上來看 電子龍是一隻全身由白鋼組成 有著蛇身龍面形狀的機械怪獸 五星2100攻擊力 1600守備力 如果單純從數值來看的話 一定會認為他只是個普通的中間怪獸 但電子龍卻有著特別的效果 如果只有對手場上有怪獸的場合 電子龍就可以從手排直接特殊召喚 在遊戲王的前中期環境中 大多的怪獸都需要消耗召喚權 登場的下級怪獸大多也都低於2000點 然而電子龍雖然是上級怪獸 但卻極其容易登場 2100的攻擊力可以在後手時解決大部分的下級怪獸 且由於是光屬性又是機械族 因此還可以配合提升攻擊力的誠實 以及機械族專用的實現解除 來完成各式各樣的單打結場 顛覆了先攻絕對有力的概念 除了單打之外電子龍最大的特色 就是擁有極強的戰術與展開性 由於是動畫人氣角色的愛卡 登場了許多不同的分支與支援卡 例如對手是機械族怪獸的話 又可以藉由電子龍來與對手怪獸 融合成前河咬賽龍 也可以藉由未來融合指定電子龍融合怪獸 順勢將其他的機械怪獸堆目 如此高的實用度與便利性 讓電子龍成為了第四期中的人氣王 擊敗了神炎皇烏莉亞真空眼暗龍 獲得了11%的投票率 真不愧是歐逆獎啊 登場於2008年補充包TDGS 風屬性的等級8龍族怪獸 也是第三代動畫遊戲王5Bs 主角不動猶新的王牌怪獸 作為開啟遊戲王加速系統的起手 星成龍是歷代最完美的主角王牌 雖然是等級8的同步怪獸 但卻沒有綁定任何素材限制 可以輕易的湊齊新術後同步召喚 只要集8點就可以體驗變成猶新的感覺 雖然在遊戲王的環境中 大多的怪獸都是K來K去 魔法陷阱也都是乍來乍去 但星成龍卻表示 我是來結束戰鬥的 YAMELO 只要有著破壞場上的卡片效果發動時 星成龍就可以解放自身 衝過去給對手愛的爆爆 無效並破壞卡片的發動 而只要到了結束階段時 因為此效果犧牲的星成龍 則可以再次回到檯面上 等於只有自己存活下來 正所謂爆爆好同志 霸玩不認識 只要有星成龍在 就沒人敢壞壞 絢麗外形加上安定的定長能力 成為玩家投票第六期的人氣第一位 擊敗了混沌女神與垃圾戰士 獲得的投票率高達24% 那說了這麼多大家應該知道 動畫5Ds的首要看點是哪位了 沒錯就是星成龍 抱著的怪獸黑薔薇龍 的主人十六夜秋 銀河眼的光子龍 登場於2011年補充包PHSW 光屬性的等級8龍族怪獸 也是動畫第四代遊戲王Zearu 編成快朵使用的王牌怪獸 從卡圖上來看 銀河眼的光子龍 有著如同星空般透亮的身軀 配合藍紅香尖的鎧甲點綴 整體呈現出了銀河龍的閃耀感 就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 那樣的鮮明 那樣的出眾 你憂鬱的眼神 在光子龍登場的Zearu實習環境 賽場充斥了各式各樣的超亮怪獸 而銀河眼的光子龍卻是完全相反 它是克制超亮怪獸的存在 只要光子龍與對手怪獸進行戰鬥 就可以藉由與對方一起出外 讓對手的超亮素材瓦解 雙方怪獸雖然會在戰階結束回場 但銀河眼的光子龍卻會上升 該超亮怪獸的素材乘以500的攻擊力 一邊失去了中央的素材 一邊則大幅提升攻擊 這樣特立獨行的效果 讓銀河眼的光子龍成為了超亮克星 被稱為全宇宙最可怕之龍 也讓他成為了第七期的投票人氣王 不愧是飛到月球打牌的快斗 使用的怪獸就是牛 大王龍 札克 登場於2017年補充包MACR 暗屬性的等級12 龍主怪獸 也是第五代動畫遊戲王Arc5 惡魔決鬥者 札克的毀滅世界之龍 在Arc5的劇情當中 原本的世界被分成四個次元 而在代表著每個召喚法的次元中 則各有著位於頂點的四天之龍 霸王龍 札克則是這四天之龍 融合還原回一體的原始樣子 霸王龍 札克有著4000攻擊守備力 可以在登場時將對手場上卡片全部破壞 不但有著不會被取對象的能力 也有著不會被效果破壞的抗性 還可以在破壞對手怪獸時 將一體霸王眷龍特殊召喚 重點是 他超級無敵大隻 獨特的故事性以及霸氣的效果 讓札克成為第九期的人氣王 擊敗了OCG當紅的神隱一 拿菲利 雖然札克在動畫中作為反派角色登場 但在2023年後續的OCG補充包中 也有登場重新被改寫的正派霸王天龍 我自己覺得我跟札克這個角色算是蠻有緣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我唯一抽到的特卡 謝謝你我的金鑽超人 閃刀機 Shizuku 登場於2018年補充包DBDS 水屬性的League 1機械組怪獸 也是本期入選的怪獸中 唯一與動畫角色無關的卡片 說到遊戲王Link時期的牌組 就不得不提到閃刀機了 閃刀機是一副以01為主角 以Link的召喚變身不同屬性 錄音各種局面的美少女牌組 不管你喜歡火的 風的 地的 水的 甚至是屬性完全相反的無口落離 在閃刀機中總能找到你喜歡的 由於有著優秀強度以及美麗卡圖 閃刀機成為了Link時期的熱門牌組 而Shizuku就是01水屬性的變身型態 水閃刀的效果是 登場後進結束等死 效果是可以在結束階段時 減索一張目的沒有的閃刀魔法卡 由於是採用的終端 所以每個玩家都必定放3張 成為了玩家們最希望復刻的 第10期 人氣王5 No.1 打敗了Vlanes的主角王牌 斑過強龍 不止是在OCG前幾年當紅 閃刀機在後續還推出了漫畫作品 雖然環境競爭力已經大不如前 但最近好像新卡有救回來一點喔 真是的原本要拆了 需要要組回來 OK以上就是本期人氣最高的解作神卡 你自己又有哪張卡片 覺得官方真的是設計得很棒很好呢 都歡迎留言給我 也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